蔥燒海螺片是海螺眾多吃法 中的一種 這種吃法的特點是能讓海螺的腥味 醬汁最低 這樣的做法就是略微複雜 首先要把海螺殼敲碎 敲碎之後將肉取出 用清水沖洗乾淨 接下來就是考驗刀工的時刻了 要把螺肉抹到切成薄片 也不要片太薄 那樣炒出來 口感就不好了 片好後放麻豆備用 小香蔥切斷備用 紅尖椒切調配色 然後把螺片用清水沖洗乾淨 鍋加水燒開 下入海螺片 焯水很關鍵 不要太久 3秒出鍋過涼 空干水分備用 熱鍋涼油 油燒熱 下薑蒜爆香 放入香蔥燉繼續爆香 隨後開始調味 加入味集鮮 蠔油 白糖 雞粉提鮮 用少量的水澱粉勾芡 放入海螺片 開大火快速翻炒 零點蔥油 出鍋裝盤 一道美味的蔥爆螺片就做好了 關注我 謝謝 谢谢